休斯顿火箭的总经理莫雷在此前做了一笔燕金四座的交易,用安德森和梅尔顿换来了太阳的克里斯和赖特。 这一笔充分展现了莫雷的交易功底,他没有花费一个首轮选秀,全就解决了安德森的合同,然后我们再看看胡人解决卢尔顿的操作,相比之下莫雷真不愧,是老狐狸安吉的弟子,真是一个小狐狸,当然,现在先别急着拍板叫好,因为火箭的操作仍然未结束,莫雷仍然是在酝酿新的计划。 就在今天火箭的记者Kellico在推特上报道,莫雷在接受他们采访时新成,火箭栽甩掉安德森之后,交易并不会因此结束,他仍然会在明年交易截止日之前继续交易,而且这一次莫雷将直接动用首轮选秀权甚至是未来的选秀权,看起来会是一位重量级球员。 莫雷说道,我仍然会对球队的阵容进行调整,你也知道我们的手里还有一些选秀权和未来选秀权,这大大增加了我们运作的灵活性。 可以说这一次莫雷要交易的对象绝对,是对于火箭有极大提升的,因为首轮选秀权一直都是莫雷藏着的大旗,可谓是不见兔子不撒鹰, 特别是像全联盟甩麦安德森这么迫切的事情上,莫雷都是死死抓着首轮选秀权不放,而这次竟然想主动出手选秀权,或许真的会是一条大鱼,而且这一位球员大概率会是封线,因为在克里斯和赖特入驻之后火箭,现在的后卫和内建位置上已经过于拥挤,而侧以上现在却比较薄弱。 安东尼已经被德安东尼指定打四号位,也就是说火箭现在的侧翼实际,只剩下詹姆斯·恩尼斯一人,新修的文森特是不可能成为辟捕三号位的,火箭仍然要引进一位新的风险,他们现在也有很多人选可以考虑, 例如,老鹰的贝兹莫尔,黄蜂的马文威廉姆斯,热霍的詹姆斯·约翰逊,森里郎的吉米巴特勒都是不错的风险,火箭甚至可以考虑在未来重现签下阿里扎。 之前华盛顿邮报记者蒂姆邦坦·库斯曾报道,如果太阳在下赛季战绩仍然很糟糕的话,他们或许会考虑在中期买断阿里扎1500万的合同, 如此火箭就可以底薪重新签回这个旧将打击后载。 当然,莫雷也可以考虑引进巴特勒和约翰逊,因为他手中的筹码已经不是安德森了,而是21岁的科比斯他是8号签,26岁的奈特也曾场均砍下20分,也是8号新秀, 囚风有点像埃里克·戈登,而且这两位又很年轻这相当有吸引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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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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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